童桌被小混混使乱中气候 看上我哥 我昧下了他给我哥的情书 导致两人没能在一起 我哥竟因此恨我入骨 后来他继承家业后 将我绑在地下室日夜折磨 我被生包了半张皮 活活疼死 醒来时 发现自己回到了 童桌求我帮忙递情书的那天 一 温锦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给你哥 缩摇手里捏着一封信 脸颊通红 活脱脱一副怀春少女姿态 然而故作的娇羞 并没能掩盖住他肢体的紧张 他的左手不自觉地扶上了小腹 微微收紧 我死死捏着手中的笔 垂下眸子掩盖眼中的惊涛骇浪 我竟重生到了这一日 上一世 同桌苏瑶求我帮他给我歌颂情书 我果断拒绝了 没多久 苏瑶便退了学 在家里人的安排下 他光速嫁给了一个大他二十岁的富商 半年不到 他就被富商家暴而死 我哥因此恨我入骨 在继承了家业 功成名就后 他将我绑在别墅地下室 日夜折磨 把指甲灌热油折断四肢 我一次次向他解释 之所以当初媚下情书 是因为苏瑶早就有了男朋友 是校外的一个小混混 他怀孕后 小混混使乱中气 舍不得打掉孩子的苏瑶 决定找个冤大头 给孩子当爹 因为知道我家家境好 才看上了我哥 后来之所以退学嫁人 也是为了掩盖未婚先孕的丑闻 那小混混 见他成了阔太太 又舔着脸找上门来 两人死灰复燃 混混不顾他 已有八个月身孕 和他滚到了一起 结果被苏瑶的富商丈夫 在阳台桌间 惊慌失措的苏瑶 一不小心从阳台栏杆翻下来 直接一失两命 而苏瑶的家人 为了保住女儿名誉 对外宣称是富商家暴 打死了他们可怜的女儿 然而 不论我如何解释 我哥都认定是我嫉妒苏瑶 在造她的黄瑶 她都已经死了 你还要这么抹黑她 就因为她在学校里比你漂亮 追求者比你多 你就这么嫉妒她吗 在我哥心里 苏瑶单纯天真 不安世事 她不能容忍 我说苏瑶一句坏话 于是 她把我的牙齿敲掉 舌头拔了 作为我造谣的惩罚 最后她说 如果不是你 瑶瑶不会死 我倒要看看 这么好的一张人皮下面 藏着多么下贱 龌龊的一颗心 于是生生包了我的皮 包到一半 我便活活痛死了 温谨 温谨 苏瑶的声音 换回了我的思绪 望着她那张娇俏可爱的面容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过去了 都过去了 重来一时 我绝不会再落得那样 惨烈的下场 于是我接过她手中的情书 微笑着应道 好啊 我会帮你拿给她的 二 温成将情书 看了一遍又一遍 手指不自觉用力 将薄薄的纸 捏出褶皱来 她慌乱地抚平 好一会 她才强装 无所谓的嬉笑道 又一个被你哥 魅力迷倒的小迷妹 不用管她 你哥可是要考 名牌大学的人 哪有闲工夫 分心谈恋爱 她没有发现 说这话时 她的耳间到脖梗 都染了一圈红 温成的拒绝 令我吃了一惊 上一世 温成爱苏瑶 爱得那么疯狂 我原以为 她收到情书的第一反应 会是欣喜若狂 然后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难道说 上一世即便没我的阻扰 两人也走不到一起吗 那我起飞白白枉死了 我当时觉得一口气喘不上来 整个人都快窒息 但细思之下 我很快想明原委 作为温家早早定下的继承人 温成每天有忙不完的课业 根本抽不出时间谈恋爱 爸妈给他上最好的补习班 请最好的老师 就连假期都安排他 去家里的公司实习 早早就为他未来铺好了路 而温成也很是争气 从小他就比同龄人自律努力 别说谈恋爱 就连游戏都几乎没占过 不推他一把 恐怕他很难踏出这一步 强压下眼中的恨意 我露出温成所熟悉的 天真而愚蠢的笑容 可是我觉得哥哥你和苏瑶很配耶 他可是笑话 很多人追求的 哥哥你不把握机会 可要被别人抢走了 温成脸上露出几分犹豫 但他终究还是摇摇头道 我现在高三 很快就要高考了 学业为重 温成很聪明 高考只有一次 而恋爱什么时候都能谈 他不会为了一时的欢愉放弃学业 反正等他高考结束 还能继续追求苏瑶不是吗 可是我偏要撮合这两人 好吧 我遗憾的垂下头嘟囔道 苏瑶估计要哭惨了 他从入学开始就暗恋你 一直默默喜欢着你 我这个妹妹看了都觉得心疼 温成长得好 家世显赫 成绩也突出 在我们学校算得上是风云人物 苏瑶确实短暂的迷恋过他 不过很快就被他那个染黄毛的混混男友吸引了 对他死心塌鄙 若不是要给肚中孩子找个爹 他看都不会多看温成一眼 不过没关系 我会瞎编 温成果然有几分动容 我又道 听说苏瑶他爸妈特别重男情女 不想给他读书 打算让他退学回家嫁人了 唉 他一定是想着走之前不留遗憾 才托我送的情书吧 听到这话 温成终于慌了 他又望了一眼手中的情书 下定决心道 小姐 你帮我把苏瑶约出来 有些话 我想亲口跟他说 三 温成和苏瑶约在学校后山小树林里 我躲在不远处 眼睛眨也不眨地窥视着两人 虽然隔得远听不见声音 但从两人的神态 我大致能推测出发展 起初 温成还有些犹犹豫豫 但在苏瑶楚楚可怜地 落了几滴泪水后 他顷客慌了神 手忙脚乱地为他擦起了泪水 在后来 两人不知道又说了些什么 双方眼神逐渐迷离了起来 最后 温成忘情地将苏瑶抱在怀中 大手掌在他后脑勺 稳细细密密地落下 看来是成了 温成从未谈过恋爱 又怎么敌得过苏瑶这种情场老手 他不过落了几滴泪 便将这所谓的冰山雪霸给溶解了 温成看似理智自持 稳重克己 但内在却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否则上一世 也不会在苏瑶死后 做出那么丧心病狂的事来 这样的人 一旦陷入情爱漩涡 只会比旁人更热烈 更疯狂 更无法自拔 而苏瑶刚查出怀孕不久 若能在近期和温成发生关系 就能顺理成章地将孩子安在他头上 想必这段时间 他会使尽浑身解数地推进与温成的关系 而我所需要做的 只是从旁推波助澜 温成不是喜欢苏瑶吗 我就成全他好了 四 果然不出我所料 温成和苏瑶在一起 便如天雷沟地火 一发不可收拾 他不在意回家 就看书 练琴 健身 而是抱着手机 给苏瑶发消息 还天天在朋友圈转发一些 诸如男生爱你的时钟表现恋爱中 这五件事千万不要做的文章 周末 他也不再去上各种补习班 而是和苏瑶甜甜蜜蜜地约会去了 越是克制自省的人 一朝尝到自由的滋味 便越发不可收拾 温成终于意识到自己过去十几年 过得有多压抑 无趣 他愧然叹道 和瑶瑶在一起 我才觉得自己是真正活着 我也在一旁怂恿到 大好的青春 当然是去做想做的事 爱想爱的人啊 哥 你也不想等以后老了回忆年轻时 发现只有一堆无聊的课程和作业吧 我哥深以为然 越是和苏瑶在一起 他便越憎恨自己曾经循规蹈矩的过往 他决定抓住青春的尾巴 狠狠地封一把 而在他们肆意疯狂之时 我拿出自己的零花钱 请了最好的老师给自己补习 和自由作为继承人培养的温成不同 对于我这个女儿 父母极尽呵护 他们总是笑着说 女孩子就是用来宠着的 我们小锦 只要做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就好了 我再怎么不学无术 沉迷想乐 他们都只会说 小锦不想学就不用学 反正有爸爸妈妈护着你 以后再嫁个好老公 让他继续宠着你 就这样 我被宠成一个脑袋空空的草包 曾经 我天真的以为 他们众女青男 爱我胜过哥哥 可直到上一世 我和哥哥都成年后 他继承了整个温氏集团和爸妈 绝大多数的财产 而我只得到我哥指缝间 露出的一点残渣 向来宠我的爸妈说 打理企业那么累的事 就交给你哥吧 反正有他护着你 你永远都是温家的小公主 后来 我被温成托到地下室 拍着铁门向他们求助时 他们又说 你们是亲兄妹 你哥还能害你不成 小锦 这件事确实是你做的不对 是爸妈一直以来太宠 你把你惯坏了 让你哥教你一点 为人处事的道理也好 于是 直到我死 那扇铁门都没打开 所谓的众女青男 根本就是个笑话 如果真正爱她 就会希望她成为 翱翔天际的苍蝇 而不是减去羽翼 让她坐笼中 一直娇弱的金丝雀 在面对命运的风暴时 连一点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 可惜我上一世过于蠢顿 直到死 才误了这个道理 重来一世 我绝不愿再做一只 任由他人摆布的金丝雀 属于温城的一切 财富 地位 名誉 我要一样样夺走 我拼命抓住每一分每一秒 疯狂地汲取着知识 前世的绝望记忆 一刻不停地追逐着我 唯有不断奔跑 不断前进 才能让我摆脱那梦魇 一个月后的期中考 我取得了微乎其微的进步 名次从班级25名 前进到了20名 与其说是进步 更像是运气好多蒙对了几分 没有人注意到 这一点点的进步 唯有我自己 偷偷地握了握拳 我知道自己并非天才 不可能稍加努力 就赶上别人十几年的汗水 但我坚信 自己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哪怕荆棘丛生 在这条路的尽头 也必有冠冕相迎 再说了 我现在也才高二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能努力 不着急 而温城那边却坐不住了 高三本就是最卷的时候 在他和苏瑶甜蜜约会时 他的同学们也一刻不曾放慢脚步 以前 他稳稳地占据年级前十 而这次考试成绩出来后 他只考了63名 爸妈看到成绩单后 沉默了 他们平时工作忙 不怎么在家 自然也就不知道 温城这段时间的变化 我爸神色平静 将成绩单扔到温城面前 他食指轻轻扣着桌面 不急不慢道 解释一下吧 他们从不用打骂的手段 但这种无言的重压 却更给人精神折磨 温城讹角 浸了几滴汗 他嘴巴张了张 正欲开口 我却抢先一步道 爸妈 你们别怪哥哥了 要怪就怪我好了 是我这段时间 一直缠着哥哥给我补习 才害得他成绩退步的 温城有些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我调皮地朝他挤了几眼 我爸妈果然不再怪罪温城 但也苦口婆心地跟我说 哥哥高三很忙 我要懂事一点 别什么事都去烦他 我乖乖地答应了 两人离开后 我哥郁闷地坐在窗边抽了支烟 一支烟的时间过后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终于下定决心道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我要跟苏瑶说 就在这时 他手机忽然传来 特别关注的提示音 在看到那条消息的一瞬 他先是一震 随后眸中爆发出一阵狂喜 趁着他手忙脚乱地回消息时 我偷偷看了一眼 苏瑶 小诚哥哥 人家怀孕了 验孕棒点JPG 应该是之前 我们在学校卫生间的那次 五 我哥趁爸妈不在家 偷偷将苏瑶带了回来 客厅的沙发上 温城小心翼翼地 贴在苏瑶肚子上 听他儿的鼓动 此刻 他丝毫没有考虑过未来 一心沉浸在为人父的喜悦之中 苏瑶则两眼放光地打量着我家 他一直知道我家境不错 但实际看到时的冲击 到底还是不同 此时 他眼中的贪婪 几乎要凝成实质 他手抚摸着肚皮 越发坚定了要将孩子生下来 牢牢抓住眼前人的念头 我眼中闪过一丝嘲弄 但笑不语 有了孩子后 温城一门心思 全都扑到了苏瑶身上 我则贴心地给他们打掩护 还建议温城买通班主任 对父母谎报成绩 他们果然没起疑心 苏瑶轻易地拉着我说 有我这个妹妹真好 等我嫁过来后 一定在别墅里 给你留一个房间 到时候 你想什么时候回来小柱都行 他一脸诚恳地许诺道 我眼眸微锤 掩盖眼中的嘲弄 还没嫁过来 就先想着将我赶出去了 还什么时候想回来小柱都可以 真拿自己当女主人了 心中虽如此想 但我面上还是一派天真道 好啊好啊 我可就只认定 你这么一个嫂子了 唉 只可惜 我话锋一转 又呼得反应过来 连忙住嘴 欲盖迷张道 没什么没什么 哈哈 瑶瑶你吃葡萄吗 我去给你洗 我这番拙劣的演技 自然没逃过苏瑶的法眼 他拉着我 胡一道 小柱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一脸心虚道 没有啊 你想太多了吧 这番做太令苏瑶越发起疑 他拉着我软磨硬泡了半天 我才犹犹语道 唉 瑶瑶你也知道的 像我们这种家庭 很不错什么的 苏瑶眼中有一丝慌乱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肚子 笑得有些勉强 不会的 温成那么爱我 他不会抛下我和孩子不管的 唉 我又是长叹一口气 苦口婆心道 他现在是很爱你 但等他上了大学 有更开阔的眼界 见到更多各式各样的美女后 指不定哪天就变心了呢 这话让苏瑶彻底慌了阵脚 他比温成小一介 等温成上了大学后 两人分居两地 再深的情谊 也可能被时间与距离磨灭 我不动声色地 将他的反应尽收眼底 又假装无意地嘟囔道 其实要我说 我哥不去参加高考就好了 这样你们就不用分开了 而且圈子里那些女生 都有点学历歧视 我哥要是没上大学 他们肯定看不上 到时候我哥也就不用去联姻了 苏瑶眼前一亮 他吞了吞口水 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但是你爸妈要是知道 他没参加高考的话 应该会很生气吧 我打了个呵欠 一脸无所谓地说 亲子间哪有什么隔夜愁 顶多到时候说他两句 这件事也就轻轻结果了 再说了 我家就这么一个男丁 以后家业肯定还得我哥继承啊 我爸妈怎么舍得真的怪他 在确认不会影响到 我哥继承家业后 苏瑶的眼神终于坚定了下来 我知道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一步步将温成拉进泥潭里 六 高考的那一天 温成进考场前 忽然接到了苏瑶的视频通话 满以为心上人是来为自己 加油鼓劲的温成 按下了接听键 看到的却是一身病符 满脸憔悴的苏瑶 瑶瑶 你怎么了 温成当时有些紧张 苏瑶不打反问道 温成 对你来说高考重要 还是我跟孩子重要 什么意思 温成不解 确诊视频那头 苏瑶满脸决绝道 我现在在医院妇产科 给你两个选择 一 放弃高考 来接我和孩子走 二 继续高考 孩子我打掉 我们分手 说完 他没给温成任何挽留犹豫的机会 果断地挂掉了电话 温成彻底慌了 特意请了假 以后说不定再也怀不上了 哥 你是不是哪里惹他生气了 在听到我说苏瑶身体不好后 我哥终于做出了选择 他将手上的文具 全部塞进我怀里 最后 回望了一眼考场 随后 大步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 我目送着他远去 将手中文具丢进了垃圾桶 漫不经心地掏出手机 编辑信息 点下发送 瑶瑶 我哥去找你了 我就知道 他果然最爱你了呢 气 爸妈知道 我哥放弃高考的消息后 气到发疯 他们终于舍得放下手头的工作 调查温成最近的行程 然后他们就发现 他们最引以为傲的好儿子 早恋 逃学 成绩大幅下滑 还伪造成绩单 而等他们打算 秋后算账时 温成却给了他们最后的一击 他和苏瑶私奔了 在我的不断洗脑下 苏瑶认定我家这种豪门 不会接受他这个灰姑娘 于是 他决定先将温成拐走 等生下孩子后 再靠着孩子上位 我爸妈动用了一切关系 去寻找两人的下落 然而他们没有发现 我这个表面关心哥哥的好妹妹 其实是个双面间谍 我爸妈每派去一批人 我都会提前给两人通风报信 让他们提前转移到另一座城市 为了让这对小情侣 能够继续请笔金尖下去 我还特意掏了自己的小金库 给他们资助 苏瑶每天的朋友圈 都是在各大网红景点店铺的打卡 两人过得好不潇洒快活 而我则趁此机会 疯狂蚕食着我 搁在家中的地位 高二期末考 我终于进了班级前十 我爸妈很是欣慰到 小锦真有出息 比你那个恋爱脑的哥争气多了 我又趁此机会 提出也想去家中企业实习 父母犹豫了一会后同意了 提前熟悉一下家里的业务也好 小锦这么出色 以后说不定可以成为你哥的一大助力呢 我知道 一时的优秀 并不能改变他们迂府的念头 但我会证明 我才是最适合继承家业的人 八 八个月后 失踪已久的温成终于回到了家里 而同他一起回来的 还有苏瑶和他墙包里的孩子 爸妈勃然大怒 而温成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苦苦哀求道 爸 妈 我和瑶瑶真的是真爱 再说了 我们现在孩子都有了 你们真的忍心把我们一家三口赶走 让我们继续在外漂泊吗 这话算是说到我爸妈心看上了 其实温成走后 他们起初愤怒 到后面更多的是担忧 担心儿子在外过得好不好 钱够不够用 会不会遇到坏人 看到这孽子终于回家时 他们表面怒不可遏 实则眼中已含满热泪 加上苏瑶生的孩子 确实欲学可爱 他们装模作样的发了一通脾气后 很快便接受了现实 唉 世间哪有拗得过孩子的父母 我爸看到 苏瑶光明正大的搬进了我家 进来的第一天 他就以小孩需要多晒太阳 而我的房间朝向最好的游头 强行逼我把房间让了出去 我笑笑 没说什么 欲先取之 必先于之 便由他们在蹦打几日好了 他们不会知道 在他们甜甜蜜蜜享受爱情时 我的成绩已经稳稳进到了年段前三 松了口说 以后可以送我个小公司练练手 我自然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小公司 但不论怎么说 这也算是个好的进展 不是吗 就 温成在我爸妈的安排下进了公司 上来便是空降主管 上一世 他是名牌大学金融系毕业 加上大学四年间都在了解接触家中生意 事已一进公司就十分得心应手 底下人都对他服服帖帖 而这一世 他不过是个连高考都放弃了的愣头青 对业务一知半解 只知仗着老板儿子的身份已止气势 我又不停地给缩摇洗脑 我们公司漂亮女孩子可多了 嫂子 你可得看着点我哥 于是 他每天缠着温成陪自己 温成去公司 他一定要跟着一起去 美其名曰 要防着外面的狐狸精 其实更多的 是想去显摆一下未来老板娘的威风 他用鼻孔看公司的每一个人 似乎不贬低他人 就无法体现自己的尊贵 对长得好看的女孩子 他尤其充满恶意 有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女生 一下午被他遣着泡了三十杯咖啡 当天就受不了这个气 离职走人了 公司里的老员工 对这两颠工颠婆都是怨声载道 最终我爸顶不住董事会的压力 只能把我哥吵了 但他还是贴心的给我哥另外扑了路 爸给你一笔钱 你先去开个小公司练练手 等过几年有经验了 再回来接管咱家公司 然而这笔钱一到手 便被苏瑶挥霍了个干净 反正温家以后都是你哥的 这点钱算得了什么 他理直气壮道 十 高考 我发挥的比自己想象的还好 最终如愿进了省前一百名 田志愿时 我选择了上一世我哥就读的大学和专业 整个大学期间 除了学业和基本的社交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家公司实习 我并没有像他那样 一开始就空降高管 而是从基层做起 抽丝剥茧地了解整个企业的运作 直至融会贯通 我一点一点地占据了我哥曾经的人生 而他浑然不觉 仍沉浸在与苏瑶 与他那个便宜儿子的甜蜜一家三口世界里 曾经远世的眼 曾经尖锐地找 慢慢被生活的柴米油盐磨平 他甚至有了小肚子 远远望去 不像二十来岁的青年才俊 倒像是一个三十出头的油腻男 我一边在集团了步步高升 拓展自己的人脉 一边麻痹家里人 我一个女孩子 以后肯定是要嫁人的 到时候 娘家就是我最大的依靠 我现在帮哥哥打理好公司 也是为了自己将来做打算吗 我用装观卖桥掩盖自己的野心 却在暗中慢慢磨研自己的爪牙 等到我终于拥有足够的力量 黄毛混混 十一 平心而论 薛凯成有着一副不错的皮像 只可惜他为所隐血的目光 让我从骨子里感到厌恶 若非他派得上用处 这样的人 我看都不想看第二眼 我跟薛凯成做了一宗交易 我要他去勾引苏瑶 让他红杏出墙 起初 薛凯成还流里流气道 这种二手的女人 我可看不上 比起他 我对你倒是更有兴趣些 小妹妹 不要总是板着一张脸 跟着哥哥 哥哥能让你知道 什么叫极致的快乐 真恶心 不知道苏瑶究竟看上这人什么了 我冷冷地看他一眼 掏出一堆欠条扔在桌上 薛凯成瞬间变了脸色 这些年 他四处赌博欠了许多债 这些欠条 都是我从债主拿来的 我望着他慌乱的神情 不紧不慢道 事成后 你的债务一笔勾销 我还会再给你一笔钱 够你快活一辈子了 况且 我话锋一转 低声引诱道 你难道不知道 苏瑶和你分手后 就嫁进了豪门 做了傅太太 现在 即使是他手里露出的一点残羹剩饭 都够你吃的了 你真的不动心吗 薛凯成自然动心 上一世 他会回去吃苏瑶这棵回头草 最主要原因就是 苏瑶嫁给了个富商 这一世 又有我的推波助澜 他没有拒绝的理由 12 薛凯成的效率比我想象的还高 我哥和苏瑶在一起几年 双方都进入了倦怠期 然而 这段时间 我看到苏瑶又开始 每天抱着手机傻笑 开始重新打扮自己 在朋友圈发个种精修的自拍照 和一些伤春悲秋的话语 不用想也知道 这个恋爱脑再度坠入了爱河 三个月后 我就从薛凯成那里 拿到了两个人的私密照 我将两人亲密的照片 连同我那好折的亲子鉴定证书 一同匿名发给了温成 你是谁 这些东西你从哪里得来的 不要以为我会相信你的挑拨离间 被我发现你就死定了 温成气急败坏地发了一串消息 而我稳坐钓鱼台 只见清点 发出了一个地址 那是苏瑶偷偷在外面 长期包下的一个酒店包间 是属于他和薛凯成的秘密花园 布了那么久的网 终于可以收了 十三 温成嘴上说着不信 实则立刻暗中调查起了苏瑶 说来苏瑶也是不聪明 做个坏事 破绽百出 很快温成不得不接受了 苏瑶出轨了的现实 最让他崩溃的 还是他的宝贝儿子 千娇万宠了这些年 却发现是在帮别人养儿子 没有男人受得了这种屈辱 更何况是温成这种 本就扭曲变态的人 我看见他阴侧侧地走进厨房 将一把屁股尖刀揣进怀里 山雨欲来 我默默地将自己关进房间了 倒数着即将迎来的毁灭时刻 温成的效率同样很高 当天晚上 我就在本市新闻头条看见了他 女子出轨救情人 丈夫手刃兼夫 残忍分尸 疯狂丈夫手刃情敌 豪门灰姑娘鞋子上位 不想怀的却是救情人的孩子 丈夫男人绿帽 当其面将肩肤分尸 温成这个疯子 他竟是当着苏瑶的面 活生生将薛凯成分尸了 我不由回想起前世种种 果然 变态就是变态 即使重来一世 他体内嗜血的本性也没能剔除 我不由心有余悸 庆幸这一世 自己没再重蹈覆辙 至于薛凯成 死得也并不冤 还在笑时 他便仗着自己还是个未成年 又见了许多女孩子 有几个女孩子 甚至因为被他传了私密照片 绝望之下跳楼自杀了 这样的人渣 杀了就杀了 铁窗里 温成面目猙獰如恶鬼 只可惜没能把苏瑶那个贱人 和他孩子一起杀了 等我出去后 一定要让他生不如死 其实苏瑶现在的状况 和生不如死也差不多了 亲眼目睹分尸现场 给他带来的冲击太大 如今 他整个人都疯疯癫癫 已经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而我爸妈更是对他深恶痛绝 他们认定是这个狐狸精 害了自己的宝贝儿子 当天就把苏瑶和他儿子扫地出门 并且还找专门的律师 列出了苏瑶这些年 在温家的所有花销 打算让他全部赔偿 他家境普通 怕是这辈子也还不上 至于温成 承如他自己所言 作为家里的独生子 我爸妈是不会对他放任不管的 他们先是花钱 取得了庭外谅解 又顾水军操控网络舆论 把温成往老实人 受害者的方向塑造 将其说的 像是什么千年难得一见的大情种似的 果然获得了不少网民的同情 之后 他们又花钱 请来最好的律师帮温成辩护 一同操作下来 本该被判死刑的温成 最终只判了无期 而之后若是再能取得减刑 说不定十几年就能放出来了 我爸妈还特意找人打点了关系 让温成即使在监狱里 也能继续做他无法无天的大少爷 15 我依旧扮演着乖女儿 好妹妹的形象 不但每天安慰着一类洗面的父母 还每个月都会定时去探望温成 鼓励他在里面好好改造 很快就能重获自由 温柔乖巧的外表下面 潜藏着的是跃跃欲试的野心 我在集团爬得越来越高 也渐渐有了一批自己的心腹 爸妈曾经笑着试探我说 你一个女孩子这么强势 小心未来找不到男人敢娶你 若是曾经的我 恐怕会觉得父母虽然思想迂腐 但到底也是在为我打算 而现在历经职场沉浮 他们这些破坏的手段 我早就看透了 无非是怕我越来越得失 没等我哥出来 就把家产侵吞殆尽 于是故意说这种话 想趁机将我在集团的位置架空 我装作听不懂撒娇道 还不都是为了哥哥 他现在在里面 我这个做妹妹的 不帮他守着点家业怎么行 唉 说实话 管理企业真不是我们女人该做的 哥哥快点出来吧 让我继续做以前 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 之后 我又故意好几次 在他们面前抱怨工作累 爸妈的疑心这才渐渐打消 他们本就上了年纪 加上我哥出事的打击 身体愈发不如从前了 最后不得不将全市一点点松手 交付到我手上 小景 等爸妈走了 你和你哥就是彼此唯一的亲人了 你一定要好好辅佐你哥 将公司做大做强 遇事多劝劝他 别让他再闯祸 父母苦口婆心道 看着他们在最后的股份 转移协议上签了字后 我笑咪咪道 爸 妈 你们放心吧 我一定会多多关照哥哥的 掌权的第二天 我立刻雷厉风行的 将我爸妈留下的一老一哨 扫地出门 将我的心腹一一安插上来 任凭他们再怎么打电话来 大呼小叫 我只是笑着抿一口咖啡 让助理帮我说 对不起 你们想见温总 需要提前预约 否则我们公司的保安 可不会对老人家手软 等彻底将公司掌控在手掌心后 我马不停蹄地 将父母送进了养老院 他们生我 养我 也曾让我相信 自己是在爱中长大的 哪怕现在意识到 这所谓的爱的虚伪 我也无法狠下心来 对他们做些什么 所以将他们送进养老院 此生永不相见 便是最好的结局 解决了其他人之后 我终于能将目光望向 那个真正的罪魁祸首 温成 自重生的那一刻起 我便立誓 与他不死不休 哪怕他因罪入狱了 与我前世的悲惨遭遇比 这惩罚还是太轻 先前 父母为了温成 在里面能过得好一点 买通了他的育友 而现在 我同样买通了那些人 只不过 我提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要求 我要他 生不如死 不惜一切代价 不过两个月 我便收到了温成的死讯 看见尸体时 我吃了一惊 温成彻彻底底没了人样 眼窝空洞 舌头被挖 四肢反折 曾经在我身上发生了一切 变本加厉的还给了他 直到那一刻 沉沉压在我心底的石头 才总算落了地 我知道 自己终于可以放下过往 走上新的道路了